会说话不仅是一种高情商的表现 还是一种个人人品和素质的体现 会说话的人不仅在职场很吃香 在婚姻中也会如鱼得水 但生活中很多婚姻却都败在了不会说话上 很多时候打败婚姻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比如出轨 婆媳关系不合 夫妻三观不合等 而是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中 婚姻生活就是这些小事组成的 而这些小事组少成多之后 就变成影响婚姻幸福度的关键因素 如果不注意 婚姻就会瞬间瓦解 都说两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上人又越喊 不管是恋爱中还是结婚之后 都应该和你一半好好说话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有时候你不经意的一句话 就能给对方的心灵留下无法磨灭的传伤 因为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 再也没办法收回 特别是女人 女人深信喜欢胡思乱想 再加上一个不会说话的男人 那女人就会更加患灯患事 特别是下面这四句话 男人一段说出口 比离婚还伤人 看你也没有听过 一 你给我滚 这是我买的房子 现实生活中大部分夫妻的房子 都是男人买的 有钱自然有话语权 再加上很多男人 都有点大男子主义 觉得自己掏钱买的房子 想说什么都可以 有时候和女人因为一点小事 发生了争吵 就会对女人大吼大叫的说 你给我滚 你有什么资格和我吵架 这是我买的房子 这句话一旦说出口 就会让女人觉得就算嫁了她 因为买房子的时候 自己没有出钱 所以自己始终是个外人 在这个家里永远没有话语权 你说的次数多了 女人说不定真的会移家出走 因为那个家不是她的 二 不就是生个孩子吗 别人都不像你这么矫情 很多男人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特别厉害 他们总觉得女人生儿育女 是天经地义的事 当女人在孕期心情不好的时候 当女人为了照顾宝宝 而忙得焦头难额 想象她抱怨两句的时候 她就会说 你就是生了个孩子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别人都没你这么矫情 为了孩子 差点把命丢入的女人 听到这句话 会瞬间喊心 觉得自己的所有付出 都不得不到理解和尊重 三 你不就是嫌我穷吗 其实很多女人并不是要求嫁的男人 只要产万贯 但至少不要让她跟着你吃苦受烈吧 最基本的生活都满足不了 那女人为什么要嫁给你 很多男人就算结婚后 还是一直不务正业 整天在外面鬼哄 咋你都结不开锅了 她还在外面花天酒地 当女人和她抱怨几句的时候 她就会振振有词地说 你不就是嫌我穷吗 我就是这样 有本事你找个有钱的男人 女人可以跟着你吃苦受烈 但是你让她一辈子都跟着你吃苦受烈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四 你非要这么想 我也没办法 随便吧 比吵架更可怕的是淡薄 因为男人如果连吵架都懒得和女人吵 每次刚开始吵架 她便用这句话来读女人的嘴 这比和女人大吵一吵 更让她难受 因为这说明男人对她没有爱了 她也没有再留下来的必要了 无论是多么亲密的关系 都要好好说话 切记不要火从口出